它現在滾了 浮起來了 我們火鍋要吊得比較小 然後讓它繼續再稍微的煮一下 好啦 你看 蓬湯剛才差不多拿我們關火 然後我們把它濾起來 來 OK 再來把它倒到我們的 前湯裡面 剛剛去出版國前湯裡面 我們的冬至湯圓 完成 冬至到了吃什麼 就是要吃湯圓 就算是一個我們的習俗啦 我們今天也不例外 來做兩種顏色的湯圓 來 首先啦 我們用生銀水 我們直接開火 然後倒下去 記得不要到100度 不要讓它滾起來 稍微的冒煙 我們抓到80幾度 就是這個 要剩的料80幾度 就要拿起來 直接把它沖到這個糯米粉裡面 是糯米粉 這應該算很基本的常識 來 看它滾起來 之前冒煙了 來 我們關火拿起來 來 直接沖 好 確保我們的粉 沒有去噴到這個水 我們先把它撈起來好不好 然後我們先把它揉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揉我們的 湯圓的原料 然後我們這個倒蓋 讓它 先把它 醒一下 再來我們來做第二個 開火 第二個我們來做有顏色的 好 來 水下去 來 我們這裡有準備 這個叫 紅麴米 好 這個全人買的 好啊 紅麴米我們把它磨成粉 用它來代色 好 或者是你用果汁機箱去打 也可以 一般外面的 大部分都是加色素的 再來 拿點紅麴粉 抹下去 拉一下 來 OK 幫我來稍微的 給它泡一下 好 我們用我們最天然的原料 好 來把它代色 來 再來 我們來 露我們的 電力量 好 這個 我們做起來會有點粉紅色的感覺 來 如果你要做有點偏綠 你可以準備 抹茶粉 再來我們再準備一個 大的鍋子 我們的這個 湯圓啊 正在醒當中 讓我們的湯圓甜湯鮮 我們開火熱鍋 來 我們的二砂先下去 好 來 開水到洗一些 來 你用到流浪的冒泡 來 我們加我們的水 來 火整湯 來 這時候還沒滾起來的時候 我們紅棗先下 來 滾起來之後 我們外加我們的那個 桂圓 桂圓跟紅棗都去 南北澡航就好了 稍微把我們的鍋圓拌開 好 好 我們先拿到廚房滾一下 因為我們要來做我們這個 我們的那個湯圓 我們來給我們廚房滾一下 來 現在我們先把 淋一鍋水 小火炬燒 因為我們用這個 要花一點小時間 水去燒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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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來 それ要來 叫一些粉 交道會 再來你把它完成變成圓形 它現在滾... 干了 我們火差不多車這樣子 然後讓它稍微補一下 好 拉 然後你看 這樣差不多拿我們關火 然後我們把它濾起來 來!OK!再來把它倒到我們的 前湯裡面 剛剛就出完前湯裡面 我們的中式湯圓 完成 你如果乾乾啊 還是韓劉來吃一碗湯圓 哇!實在是再好不過啊 炒我們過夜那紅棗味 超Q超天然的 湯圓 而且湯圓裡全部做起來 弄完還會冷 你要吃的時候 甜湯乾乾煮一下 熱一下就好了 這個 很適合在中式做的一道料理 我們的董事長遠 餵圓紅棗口味 完成 三地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克素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地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地新聞網 APP 即時新聞 文不漏街 大陸